随着现在汽车慢慢平民之后,很多汽车厂家都在开始大降价优惠售车,万能的网友们做过一个分析,一辆车按两顿计算,等于四千斤,售价八万来算一辆车,一斤也就两块钱,有句话说得好,保值汽车买丰田。 很多新手朋友应该都听过这句话,在买车的时候第一时间会先想到丰田,但是随着市场的趋势,丰田也开始随波逐流大降价,微时成为丰田第一部白菜价的汽车。 丰田维池的定位就是一款家用经济轿车,原本在上市的时候,可谓是重心层略,亮点十足,但随着家族的崛起,其他厂家日新乐意的更新,慢慢的,维池就会打下神坛。 现在也很少看到微池新车在街上游走,微池在外观上微型的契格衫,明显看得出是典型的日系家族风格,也让年轻人容易接手。 时尚运动的同时不时稳重,推出的新款实际上跟老款也没有多大改动,内饰方面更是让人觉得分文波动的搬用过来。 新款的车型在原系统的基础上,增加了特别省油式的智能铁停系统,在省油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。 微池最大的亮点,应该就是各方面配置材料都是进口产品,所以微池一直有开不坏的神车支撑,动力方面应该在家用汽车上面,也是趋值可数的。 TTV的变数将在这方面表现很出色,也很平顺,而且噪音并不会很大。 据车主的说法,在起步后用力加点油门的话,动力方面给出来的感觉会让你感觉很惊讶,真正可以说油耗低还不怎么用维修,只需要做好日常的保养就可以了。 但在之前微池也曾经为气囊问题被召回,后面出了新款之后,丝毫不影响微池的销量。 看来微池在之前也是深入民心的,只不过在整个大降价的市场,丰田也只能迎合大众口味,开始降价,但也很多老车主觉得丰田在这方面始终亏待了微池,毕竟在之前微池也放到过多次家族的销量冠军,如果想买车的转车主,接受得了大众是风格的轿车,也可以考虑入手丰田微池,毕竟已经接近白菜家了。